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何谓大起 孟子说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游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位大丈夫 意思是 行事坦荡光明磊落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富贵时不娇奢淫义 贫贱时不移改气节 在权势的威逼利游下 也不屈服便捷 这就是真正有大气的人 天之大 能容浩瀚星海 地之大 能养万物生灵 海之大 能纳百川奔流 人有大气 则天地沧海 尽在心胸之间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欲成大气 先要大气 大千世界 云云众生 人格魅力中 有一种成分叫大气 无论一个人的地位 是高是低 事业是大是小 身份是显是微 一个人的魅力如何 关键看大气与否 什么是大气 大气是一个人做人做事的风范 态度 气质 气度 是一个人综合素质 向外散发的一种 无形的力量 大气是一种 纳百川 怀日月的气概 一种从容大方 自然天成 胸有成竹的气量 一种成熟宽厚 宁静和谐的气度 仔细分析 人的大气 主要表现在 对人 对事 对己 三个方面 对人要宽容 不要斤斤计较 待人扩达大度 胸怀宽广 这是一个人 具有良好修养的外在表现 古人云 君子要忍人所不能忍 容人所不能容 处人所不能处 同志间 要善于沟通 珍惜缘分 互相帮助 互相配合 以诚相待 见贤思齐 在共同目标下 求合作 在相互合作中 求合力 在相互信任中 求发展 敌人往往是自己树立的 历史上的成功人士 则都具有 话敌为友的本事 容人 识人 用人的胸怀和哑量 着实令人钦佩 春秋五霸之首的 齐桓公 唐太宗 李世民 都是具有这样大气风范的人 蔡根坦里说 处是让一步为高 退步及进步的章本 待人宽以分是福 利人实利己的根基 大气的人 心怀宽厚 能够实实处处提亮他人 养成了大格局 也积累了大福气 六尺相的故事 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清朝康熙年间 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 立部上书 权势显赫 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 在宅基的问题上 发生了争执 互不相让 纠纷越闹越大 张家人给张英写了一封信 希望张英动用权势摆平此事 张英读过来信 只是释然一笑 挥笔回了一首诗 千里家书只未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其时皇 家人看后十分羞愧 主动让出三尺地 邻居知道了也深感惭愧 也让出三尺地 于是就有了六尺相 张英的大气 使两家画干戈为玉帛 传为千古美坛 相反 如果两家各不相让 只会两败俱伤 大气之人必有大福 大气之人胸怀宽广 待人豁达大度 不斤斤计较得失 宁可让人三分 也不愿伤了和气 从而养成了大格局 为自己攒下福气和福报 人生路越走越宽 对事要超脱 不要深陷其中 人的一生碰到的事太多了 几乎眼睛一闭一睁 碰到的都是事 猝不及防的打击 始料未及的挫折 从天而降的好处 唾手可得的利益 随时发生 事无论大小 不管好坏 都不要太在意 太当回事 切莫一件好事就喜行于色 乐颠颠兴奋得不得了 一遇坏事就愁眉苦脸 双大茄子一样 粘头搭脑 遇事不敢担当 怎么能成大气 大气之人超然洒脱 不深陷名利得失的纠葛之中 心无挂碍 亦如陈梅公在 小窗幽记中所言的境界 宠辱不惊 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望天上云卷云书 苏东坡颠沛流离 一再被贬 甚至下狱 但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下 却始终超然洒脱 是中国历史上 真正的大气之人 被贬黄州之时 苏东坡和好友出游 谁知走到半路 突然天降大雨 朋友们东躲西窜 狼狈地找地方躲雨 苏东坡却悠哉悠哉 一边行走一边淫湿 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妨吟笑且徐行 竹杖盲鞋轻胜马 谁怕 一缩烟雨 任平生 撂翘春风 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 却相迎 回首向来 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人这一辈子 会面临许多困境 越是风雨萧瑟的时候 越要把心放宽 笑着说 一缩烟雨 任平生 在困顿岁月中 依然洒脱从容的人 才能真正拥有 海阔天空的人生 赫尔曾说 会在快乐时微笑 也要学会 在困难中微笑 这样胸怀大气的人 从不回头 去寻觅昨日黄花 而是快乐地 去追求明日繁星 凡事豁达已对 淡然处之 才会更快乐 对己要豁达 不要小度计常 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 吃亏了 受委屈了 想不通了 常有的事 同事出言不逊 轻慢了你 单位办事不公 伤害了你 领导举止言谈 没给你面子 这都算不得什么 都要豁达已对 淡然处之 倘若整天围着自己 那点小九九打转转 实时算计 自己的厉害得失 甚至以一己得与失作为好与坏 习与优的标准 心胸如此狭窄 怎么能成大气 大气是一种糊涂 不因贪小利而失大姐 保持内心的大原则 看似糊涂 内心靓堂 大气是一种忍让 厚德在物 雅量容人 屈己尊人 以德抱怨 不轻易拿自己的涵养 挑战别人的浅薄 大气是一种淡薄 坦坦荡荡 身正为范 必立千任无欲则刚 金钱名利浮云过 我心自有明月在 心如止水观日月 目似明镜看春秋 大气是一种从容 心太阳光看得开 拿得起放得下 当进则进 当退则退 稳重沉静 坚忍不拔 泰山崩于前 而面不改色 大气是一种境界 战胜小我 成熟大我 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 智怠戒舵 长思责任 宠辱不惊 戒骄戒躁 大气是一种 精神人格的淬炼 大气是指人的气度 和精神状态 它既有性格的因素 更多的则是体现修养 境界等后天可以形成的内容 没有刻苦修炼 百炼成刚的意志 就难有大气 没有坚韧不拔 欺而不舍的毅力 就难有大气 没有雄厚的知识底蕴 和高瞻远瞩的目光 就难有大气 没有藐视困难 敢打必胜的自信 就难有大气 一个大气的人 不是无原则 无气节 而是小事不挂怀 世间无大事 胸如大海 只藏真纳善 拒绝虚假 懂得忘却 不计得失 活一种精神气质 活一种品味境界 一个大气的人 不是没有七情六欲 而是世事动明 人情恋大 知尽退 懂人心 自求多福 宽容是今 不管多么大的不愉快 也能够做到一笑了之 事过了心随空 不让污浊之气 在自己的心里驻足 内心永远保存新鲜的空气 一尘不染 化腐朽为养分 让他们滋润自己的心田 一个大气的人 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而是长久地浸泡在俗世中 有了一种顿悟 生命得以升华 明白了烦恼愁苦是一事 开心快乐也一生 愿意分享 不怕付出 舍去半生 终得一斗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一个大气的人 不自卑 不俱傲 温柔敦厚 不失纯真 气定神贤 稳如泰山 深沉如山 透彻如水 能够透过现象 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 不固执 不迷失 甜淡自省 抚养无愧 得一份大自在 大欢喜 一个大气的人 愁苦的阴云 从来不会漂浮在他的天空 而欢喜的花儿 却会常年盛开在 他明亮的新田里 问取哪得 清如许 唯有源头 活水来 大气就是喜神 自然长聚幸福 大气就是活水 滋润百花盛开 大气的人 有着幽兰的青雅 竹子的气节 松树的风格 寒霉的傲骨 大山的浑厚 大海的渊博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细致做事 大气做人 是每一个人 都应该追求的境界 有大气者方能成大气 有大气者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送给委屈着自己 却一脸阳光的人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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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